您请问两回事是怎么唱法不同呢 还是怎么样 它要求也不同 要求也不同 对 我可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因为我是Tenner 我是南高音 南高音里面分什么呢 南高音分戏剧性南高音 抒情南高音 还有那个叫什么 意大利文叫 De Nore Legere De Nore Legere 就是说当时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古代吧 这个也是很封建的 就是女同志不能上台演的 那么都是男扮女装 就跟过去的京剧一样 再像那个梅兰芒大师那样 对 他就是用那个假嗓子唱 就是模仿女生 模得非常像 然后穿上服装对吧 因为台上跟台下的距离很远 所以他大直骑就行了 主要听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 所以他这里边要求的特别多 你想想看 你说这个女扮 男扮女装 对吧 你再跟这个南高音一块去演 就跟男生在一块 当时跟男生用假嗓子唱 他需要的效果 因为脚本需要的 角色需要的 所以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南高音里边 根据这个歌剧 剧本的要求 他里面有很多的角色的不同 你比如说诗人 你比如说王子 你比如说海盗 等等等等 他里边如果说他写的这都是南高音 南高音他就要听了 一般就是说我演的比较多的就是王子了 或者是诗人 但我演海盗很少 为什么呢 海盗那比如说这个像维尔蒂歌剧叫奥泰罗 这里边这个南高音 第一南高音就是海盗 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粗业的 他就是为点小事的 心眼很小的吃醋 对吧 而且他是个黑人 那么他的副官叫卡西尔 也是个南高音 还是副官就很有修养 所以他就听了这个南中音叫亚口的挑拨以后 他就产生了这个粗劲 甚至于到最后那个粗的就把那个戴斯丹玛给杀死了 也就是说海盗的南高音的这个quality 它的音质 包括歌唱技巧 这个作曲家要求的 跟诗人和王子又不一样 海盗要有点粗犷啊 非常粗犷了 对 又不能太文化文周周的这样子 对 那是属于诗人的或者王子的 他华丽 他美 很漂亮 他出来以后 他效果不一样 那么这个谁 只有谁最明白呢 指挥最明白了 所以他挑角的时候 知道吧 就是说 他把这个南高音定位以后 他还要去找女高音跟他配不配 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中音 女中音 这声部 在一块 他形成了这个和谐的感觉 让你听得特别入耳 这才能搞一段落 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 所谓不同就是角色的不同 这个南高音他的分 他这个分的声部啊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 这个这个 这个话题给你搁着 所以你要让你去自己去选 选择是哪个是最准确 哪一个最适合你 哪个角色 哪一部歌剧最适合你 你才能去胜任他 就像刚才说的 唱莫扎特的就不能去唱瓦格纳 唱瓦格纳的 相反就不能去唱这个莫扎特 因为他们的确是两回事 所以你想听瓦格纳东西很好听 很漂亮 可是你的条件不适合去唱 同样你唱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那有专门唱瓦格纳的人 你一辈子也唱不过他 他也唱了一辈子 他就专唱瓦格纳 那他也唱不过你 两个人各有 各有一片天 所以每个人他都有他的局限性 所以要有所选择自己 这个真的是 我们如果不请教邓大师 都不知道里面 有这么多分别和故事 那您是去 我看今年二月份 你们也去了一趟意大利 才刚刚回来 然后就是去威尔地的故乡 然后您的恩师也在那边 刚刚讲到说 您跟您的恩师 卡洛伯格纳 秦童父子 跟我们谈一谈 卡洛伯格纳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大师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 也许可能我这人运气太好了 所以这一路走来 就是过去从雕塑绘画 我改为唱声乐这条路 基本上没有走过弯路 所以说大师 他可能是听了我的声以后 听了我的声音 包括我们长时间的接触 他觉得 对于他来讲的话 他觉得我在他的门下学 就是他感到 他也很幸运 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 那么我们配合得非常好 有一回我们在排这个叫 上这个维尔利的歌剧 叫 La Forza del Destino 中文叫 命运的力量 这部歌剧的时候 里面有一首涌台调叫 是东阿尔巴罗唱的 叫 你在天使的怀抱里 唱了这句的时候 大师突然停下来了 他说 我能不能做你声乐方面的父亲 我说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 马上喜从天降 是 我说你要如果做我 生活方面的父亲 我说我已经有了 他说谁要在哪 我说Don Adriano 就是那个Prede 就是那个神父 意大利的一个神父 在维尔利的故乡 不赛得很近 五分钟火车就到了 然后 他就说 如果说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说 跟着大师您学 我说我非常荣幸 我说 当然了 就像练什么练纲一样的 你要 你这是短时间练不出来的 我说 我得跟您至少学五年 然后呢 大师说 五年不行 不够 五年不够 所以说 五年那只是本科 当然了 你学这个声乐 这条路是非常艰难 非常漫长 你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所以我就 我说 行了 那我就一直跟着你 跟着你学 太好了 太好了 他说 邓你知道吗 你的生意 就是说 如果你改行再不学 那就是太可惜了 他说 就像你 他说 我有点 有个问题 闹不明白 就是说 你啊 你怎么生在中国 你怎么 你身上 你当唱歌 你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味道 怎么这么浓 这个我 始终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号 要问 我说 因为我非常喜欢 我说我没事 当时 在学画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录音机 当时 中国刚刚开始 就是造了 那个叫什么 砖块的那种录音机 非常土的那个录音机 然后我就让我姐姐的音乐学 弄那个磁带 都是十大难高音 世界十大难高音 唱得非常棒的那些 歌剧片段和永弹调 就往那边放 听听听 一边画着一边听 一边画着一边听 然后以至于把那个磁带 都磨得像一个坡一样的 哇 这个就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来那以后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好听 好像比绘画还好 嗯